最近有报导指出 中共党内有三大势力将成为十八大后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幕僚 以辅佐这位新主坐稳江山 但也有评论指出 习近平上位后 要么进行宫廷政变式的大变局 要么将成为中共的末代皇帝 在这条艰难险阻的接班路上 习近平要如何做呢 一起来看看 最新一期的台湾杂志卓越指出 太子党精神领袖 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叶选宁 和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以及和现任中组部部长李元朝 将成为习近平掌权后的三大政治幕僚 报导说叶选宁在太子党中 名望极高且影响力大 是习近平政商关系的重要牵线者 而69岁的胡德平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今年被外界视为大力推动改革势力的代言人 另外一位人物李元朝 据传在习近平近日前有关政改的主张中 扮演着智囊角色 叶选宁和胡德平也都算是太子党 那么李元朝的话算半个太子党 这些人的话可能是习近平要仰仗 但那些对象吧 接下来可能是习近平的地方上 也经历过很多年 从福州到福建 然后到中央 上海 然后后面又到中央 所以他在每个地方 因为福建在很多地方 他有自己人脉 很大的智库队伍吧 不过时政评论员司马泰分析认为 即使有这套班子 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着的环境 却更为严峻 他那有一套智囊班子 帮他提出一个政策 前面的话是在经济 这个势头很好 就全球经济都很火红的时候 一去做白丑 他就可以把很多事情都给掩盖过去 当然经济经济不好 那些资料就变成空手资料了 所以这个负担 这个战案都落到了习近平的头上 中国史政评论人李伟东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如果习近平继续维持现有的统治模式 中国将面临着辛亥革命式的革命 习也很可能成为中共的末代皇帝 而在习近平喘出悲伤的同时之际 9月7号路透社发表独家报道之称 习近平与胡德平举行了私人会谈 习一是表示要政改 二是表示和薄熙来并非有人 对薄要施以党纪国法 胡德平本身是和他父亲一样 是一个具有的民主意识的改革思想的人 也是具有希望将中国带到民主的繁荣的 一个健康社会上的人 司马泰分析 由于受江泽民周永康第二中央的前置 所以胡温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如果习近平把江州这股势力拿下去后 会比胡温执政时有优势 如果说把这个势力打下去以后 如果习近平他能够很好的 资金主义好的方针出来 然后他又能够控制执行 他可能会取得一点成果 但这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这个共产党他这个体制本身决定了 他提到这个汪党的时候 他所有的那个力量 都会起来维护这个党的这个统治 习近平他那种不太 我个人对于他不太有那种魄力 能够把共产党整个给他改革掉 可能那就把整个共产党这个东西 给他抛弃掉以后 把整个这历史现在的这个禁锢 给他抛弃掉 可能才会真正的新政出来 自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以来 中共火灾器官的惊天罪恶 在国际社会上频频曝光 由于胡锦涛 温家宝 包括习近平对迫害法轮功问题 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周永康和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 非常害怕失去权力后遭到清算 想方设法在十八大权力交接问题上搅局 因此有分析指出 十八大最大的不确定性 表现在中共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上 但不管主动或被动 中共都将解体 并被压上历史的审判台 而到底是做中共的末代皇帝 还是做戈尔巴乔夫 这个选题得留给习近平来做 这一段时间就能复杂尔巴乔夫